今天我們繼續來到家道理農場的廣場 嘗試畫一棵完整的樹 這棵是一棵土尋香樹 這棵樹是比較細 枝葉又不是那麼複雜 所以是比較容易掌握的 這棵土尋香樹 我們要著重它的整體型態和色澤 首先由樹枝樹幹開始畫起 這個樹幹我們首先用一枝深的啡色 就是由樹幹的底部一直畫上去 注意底部會粗一些 樹幹一直伸上去的時候 慢慢就會柔一些 同樣也是 它的分枝 樹枝分枝在兩旁都是由粗至柔 這是一棵樹很正常的生長形態 我們畫樹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概念 在樹枝由粗至柔慢慢伸延出去 我們畫完深啡色的主色之後 就拿一枝淺一點的啡色出來 做第二層這個樹的顏色 然後就用灰色畫去最光 手光的位置在右邊 三層顏色 再用手指混合在一起 那棵樹的立體效果就會出來了 然後我們在樹底的部分 就加一些泥的顏色 做一個穩健的基礎 先打好它 我們畫完這個樹枝樹幹之後 就開始畫這個樹葉的形態 和它的色澤了 那畫這個樹葉 我們首先可以拿一枝深的藍色 就由深色開始畫起 那其實樹葉暗色的位置 就帶一些藍藍綠綠的色 那所以我們首先打一個深藍色 大家可以看到 用粉彩很快就可以覆蓋了很大的面積 也有樹葉的質感出來了 然後可以拿一枝綠色 畫這個樹葉的綠色的部分 那可以在那個最出的枝 或者在藍色的上面就加的 不需要蓋上藍色的 那我們也要有綠色也要有藍色 來表現出不同層次的綠色和光暗位 然後拿一枝黃色 就表達一個最光瘦光的樹葉位 或者最亂的那些樹葉 那是比較淺色一點的 那其實畫上它不是變成全部都黃色的 因為黃色混合一些深藍色 或者之前的綠色 其實都是一個綠色的調子來的 那我們用好三種基本樹葉的色之後 可以用手指調和一下 那可以補回一些需要的綠色位 然後也要再用一枝深啡色 加上這個樹枝的形態出來 因為之前畫的樹葉 將它模糊化了 那我們不用畫得很清楚 那些樹枝隱隱約約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畫完整棵樹的了 那可以試試畫在樹腳下面一些 一些矮小的植物 那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來表達 我們可以在一個泥 啡色的基礎上加不同的綠色層次 那很快就會做到一個植物的效果 那光的位置也是用一個黃色 或者淺的綠色 那加上去就很有層次感了 而近泥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可以甚至加一些橙色 因為陽光中呢 其實泥是有些少許橙色的感覺 那最後我們把最光黃色的位置呢 就加上去 層次感、立體感都會出來了 那一個植物 一棵樹很快就可以解答到出來的了